第三小节内容是人工降牌地下水的施工 这个地方讲的是降水 人工降水15年19年考过两个单选题 这是一个二型的知识点 首先降水方法的选择 它有集水明牌和景点降水 集水明牌是直接在积坑四周开挖集水坑 让水流到积水坑里面把水抽走 然后水位下降 然后开挖 这个是集水明牌 它适用于深度小于三米的 景点降水 它适用于深度三米以上的 这个就是在积坑四周做降水的景点 这个三米是机坑工程是否要编制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的一个边界 三米以上的机坑开挖植物降水都要编制安全专项施工方案 三米以内的就不用了 所以这个地方三米它是一个边界值 它也是使用集水明牌和景点降水的一个边界值 当机坑底部为隔水层 且层底作用有承压水的时候 应进行坑底突涌验算 必要是可采取水平封底隔渗或钻孔减压措施 保证坑底土层稳定 避免突涌的发生 这个地方说的是怎么回事呢 是这样啊 比方说 我这个地方有座山 从前有座山 然后山上呢 有个湖 这个湖下面有一条暗河 这样 这湖下面有一条暗河 这个水都是通人 那这样的话 如果我在这开挖集坑 我在这挖成一个坑 集坑挖的比较深 这个土层比较薄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底下这个水喷出来 暴涂全部就这么个原理吗 对吧 底下的水是可能喷出来的 这个就叫做 坑底有隔水层 且层底作用有承压水的时候 就底下的水有压力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往下开挖的比较薄的话 它会喷出来 那怎么办呢 先做一个验算 这叫坑底突涌烟酸 算一算 施工过程中 这个地方会不会出问题 那如果经过计算之后 可能会出问题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如果可能出问题的话 那就采取水平封底格渗 或者是钻孔减压措施 什么叫水平封底格渗呢 就是在底部这个位置打上电层 什么叫钻孔减压措施呢 就是我在这儿钻上这么一个减压井 让这个水从这个减压井里面流出来 那力都是沿着薄弱面去传递的 它这个水可以顺着这个位置流了 它就不会对这个位置造成太大威胁了 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下面来说 挤水名牌和景点降水 它们之间的这个施工的方法 所谓挤水名牌 指的是在机坑开挖之前 四周一圈挖这种挤水坑 我机坑没开挖呢 四周一圈往下挖上半米 或者挖上一米 挖上一圈 有低压水的话 就流到这个挤水坑里面了 然后拿水坑抽走 然后干什么呢 开挖面往下挖 积水井同时往下挖 这样的话每次开挖都保证四周的积水井 比我机坑的开挖面在下面 最终挖成这个样子 看这是我的开挖面底部 这是周围的积水井 然后把水抽走 抽水开挖 再抽水再开挖 再抽水再开挖 分多次开挖到底 这叫积水名牌 积水名牌呢 降水效果特别好 施工机具也非常的简单 它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方法 但是呢 问题是什么呢 如果你的降水量大的话 它会产生一个现象 叫做流沙 什么是流沙呢 我们知道水在流动过程中 它是有携带泥沙的能力的 所以地层底部 它有很多的这种颗粒 这是土颗粒 对不对 这地层里面 然后水呢 沿着这个颗粒的缝隙 在这流动 流动过程中 它就会把很多 很细小的颗粒冲出来 很细小的泥沙就冲出来了 那冲出来之后呢 这个过水的通道就会变宽 变宽之后 水的流速就会增大 那这个水就能把更粗的颗粒的土 冲出来了 所以你不停地抽取地下水的同时 相当于是什么呢 不停地在抽取地下的这些土颗粒 那越抽越多 越抽越多 当把周围地层的土偷空了的时候 没有土了 这个土就会下陷 地层就会下陷 这种现象就叫做流沙 那集水名牌最大的问题就是 当你抽水量大的时候 会产生流沙 所以地面以下三米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就不能再采用积水名牌了 三米下的开挖机坑就不能采用积水名牌了 这代表 它开挖的时候 抽的水会很多 容易产生流沙现象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就采用景点降水 景点降水啊 常用的有清型经典 多极清型经典 喷射经典 电渗经典 真空降水经典 降水管井等等方法 他们大多都是用于通用的地层 但是降水管井这个指导啊 它不一用于填土 什么叫管井 管井指的 就是在地层四周 做上几个 这种比较粗的降水井 往下挖一个比较粗的洞 然后把一个比较粗的钢管套进去 钢管外表面有很多的小的孔洞 水可以流进来 然后拿比较大功率的这种水泵往外抽水 它降水很快 那这个呢 是降水的管井 那管井是不适用于填土的 别的都适用于填土 这个要知道 下面来说各种降水景点 它的基本的情况 首先清型经典 清型经典是怎么回事呢 拿一根钢管 然后外表面钻上洞 然后钻上洞之后干什么呢 缠上纱布 缠上纱布之后 把这个钢管就放到地层里面去 这样的话 由于钢管外面有了纱布 那钻了洞之后 水可以顺着纱布顺着洞 流到钢管里面 但是纱布缠在这个钢管的外面 土颗粒进不来 所以它就只抽水了 然后把这个钢管啊 沿着机庚四周做一圈 然后开始用水泵房往外抽水 等到水被降下去了 再开拔机康 那这个呢 就是清型经典 清型经典降水呢 具有机具简单 使用灵活拆装方便 降水效果好 可防止流沙现象发生 提高边坡稳定 费用较低 等等优点 那清型经典降水呢 它是用于渗透系数 在1乘10的负7次方 到2乘10的负4次方 厘米每秒的这种 含上层质水或潜水的涂层 降水深度在地面下6米以内 这一个渗透系数 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渗透系数 这个渗透系数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水在这个土层里面 每秒能移动多远 就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渗透系数 那前面我们不是说过说 土颗粒粗一些的好吗 因为你颗粒细的话 这个水在里面很难渗透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渗透系数 颗粒细的渗透系数就会很小 每秒钟水在里面流动的距离就非常小 那颗粒粗的呢 它孔隙大 水流的快 那渗透系数就会高一些 我们的清醒经典啊 是适用于这个渗透系数区间的这种经典 那这个渗透系数我们了解一下就行 不用记这个具体数值 我们就知道清醒经典 渗透系数比较低的时候 也可以使用 它慢慢抽呗 很多管围着一圈 慢慢抽就行了 那这个清醒经典呢 它可以做成单级的降水 也可以做成多级的降水 如果是多级降水的话呢 它就是由二至三层的清醒经典来组成的了 这种接力降水 这样的话呢 它的深度啊 就可以做得深一点 正常来讲 深度做不了这么深 单级只能是六米内的 多级的话呢 六到十米 再往下喷射经典 喷射经典是怎么回事呢 它是用这种高压的气体啊 钻到土层里面之后 用这个钻头往周围喷射高压的气体 用气体把土层冲散 然后这个水呢 就可以在散落的土里面 方便流进来 把它抽走 这个叫做喷射经典 喷射经典呢 设备简单 排水深度大 比多级清醒经典降水的设备少 土方开发量也少 施工快 费用低 那它呢 适用于渗透系数 这么大的这种含上层制水 或者是潜水的土层 降水深度呢 8到20米 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一个什么呢 喷射经典啊 比上面刚刚讲过的轻型经典 它的设备会少一点 然后渗透系数 跟上面的轻型经典 是一模一样的 发现了吧 一模一样的 渗透系数要求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降水深度 它比轻型经典的降水深度深 看到吧 我们知道这个就可以了 再往下真空管井 真空管井呢 是在积坑四周啊 做这种比较粗的井 挖一个比较粗的这种降水井 然后里面放上钢管啊 避免这个水 避免这个土塌下来 钢管表面钻着洞 水可以流进来 然后每个井配一台水泵 往外抽水 我们如果做轻型经典降水的话 那个细的钢管 围着积坑四周坐一圈 它有一个水泵房 里面一般是一台 或者两台水泵 往外抽 但是管井经典降水呢 是每一个井 在里面放上一台水泵 它是这样的 所以它的效率很高 它抽水抽的很快 设备简单 排水量大 降水较深 较清型经典 具有更大的降水效果 水泵实在地面 易于维护 那这个是真空管井降水 它降水量比较大 那知道真空管井降水啊 它是不适用于填土的啊 真空管井降水呢 它有这种真空的和非真空的啊 什么叫真空的什么叫非真空的呢 所谓非真空的指的就是挖了这个洞之后 让水自己往里流 你流进来多少水 我抽走多少水 那这种情况 土的渗透系数一定比较大 土里面的空隙一定比较多 水容易从土里面流出来 要不然你自己降水效率很高 但是水流不过来 你光一个水泵在那空转 这不行 那什么叫做真空降水呢 真空降水指的就是往外抽 它会想办法从地层里面主动往外抽水 就像我们拿吸管喝饮料一样 它会往上抽这个水 所以如果是做真空降水的话 它是用于深度系数 大于1乘以10的负6次方厘米 每秒的这种情况 降水深度呢 大于6米 如果是非真空的降水管井 那这种情况下你没有主动的抽这个水 那完全是让水自己往这个管井里面流 这种情况下 它的渗透系数对比上面 发现渗透系数比上面大了 对不对 相当于这个渗透系数乘以10 等于它对吧 渗透系数大了10倍 这就是说你要有足够大的渗透系数 你水得很好往里流 你才能抽走 那降水深度呢 也是大于6米 这是真空 管井降水 再往下节水 节水呢 就是做止水帷幕 其实我沿着机坑四周 做一圈水泥土搅拌桩 或者是做一圈地下连续墙 这些都属于节水 它都能把水截在外面 挡在外面 那利用节水帷幕 切断机坑外的地下水流入机坑内部 这个就是节水 节水帷幕的厚度啊 应满足防身要求 节水帷幕的渗透系数呢 一消予一乘一十的 负六四方厘米每秒 节水帷幕常用高压悬喷筑浆 地下连续墙 小池口的钢板桩 深藏的水泥土搅拌桩等等这些座 总之沿着机坑四周 做一圈挡水的东西 节水呢 分为落底式的和悬挂式的 落底式的树向节水帷幕 应插入不透水层 当地下含水层渗透性较强厚度较大的时候呢 也可以采用悬挂式的树向节水与坑内景点降水相结合 或采用悬挂式的树向节水与水平封地相结合的方案 这个地方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样啊 这是地层表面 那地层下面 它会有一个不透水层 它会在这有一个这种不透水层 水深不下去 那再往下也有水 它出不来 那如果我的节水帷幕 比方说我做了 这个水淫涂搅拌桩 我把这个桩直接打到 节水帷幕底下 这个不透水层底下 然后开挖机坑 机坑可能是挖到这 那这种情况就叫做落底式的树向节水帷幕 你完全把水拦在外面了 那还有一个叫做悬挂式的 什么是悬挂式的呢 比方说底下这个不透水层特别深 你够不着它 那怎么办 我就把直水帷幕做到这 那你做到这的话 你开挖机坑的时候 底下还会往上渗水 对不对 你四周是拦住了 你底下往上渗水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可以在机坑里面 再加一个景点降水 或者怎么样呢 在底部打电槽 做水平风力格渗 把底部这个地方的水给它拦住 采用这么一个方案 再往下景点回贯 景点回贯是怎么回事呢 水它是会影响土的收力性能的 大家想啊 饱和土里面 它是有很多的水和很多的土 对不对 土颗粒这样有缝隙 缝隙里面全是水 然后现在怎么样 我往外抽水 那我抽完水之后 大家想它是饱和土 你把水抽走了 它还是饱和土 那里面的缝隙就会变小 土颗粒就会相互移动 相当于你抽完水之后怎么样 这个土会越来越密实 它会慢慢下沉 越来越密实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城市的地层 地下水抽取过多之后 它会下陷 那在工程里面呢 也有一种方法啊 叫做排水域固结 也是这个原理 就是我从地下水里面抽这个地下水 我把水抽走之后 这个地层慢慢的就会下沉 并且越来越密实 这个土就会更密 相当于我把它碾压了 那这种情况 在周围有建筑物的时候 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反效果呢 就是我抽水导致地层下陷 地层下陷影响周围建筑物的安全 所以如果我有周围建筑物的话 我想要抽水 那一定要保证周围建筑物 不受水的影响 怎么保证啊 这边是基坑 我这边挖了降水井 我在在这挖一个回棍井 把降水井抽出来的水 从回棍井里面给它灌了回去 那这样的话不停的抽水 相当于在干什么呀 我只在抽回棍井旁边这一部分的水 回棍井这边水位 我就给它满足要求 不让它出问题了 所以小学的时候我们学那种数学的应用题 对不对 一个浴缸 然后灌水管打开 六个小时能给它灌满 排水管打开 十个小时能给它排完 问俩管子一块开 多长时间能把这个浴缸灌满 对不对 那这种事情啊 真的是有现实的数学模型的 他真的会说我这边抽水 这边灌水 真的会有这种情况 那这个就是景点回棍 知道景点回棍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周围地层的地下水位 避免周围坚入受到影响 知道这个就可以了 另外 回棍井和降水井之间啊 这个距离不能过近啊 这个距离至少要在六米以上 因为如果这个距离过近的话 两侧水的高度差的太多了 水压差过大 这个地层容易出问题 这个地方的考法呢 就是考景点降水与回棍啊 有什么样的作用和要求 下面来看15年考的 针对渗透系数较大的涂层 以采用的降水技术是什么呀 渗透系数大 短期内就会渗出来大量的水 那应该采用这种效率高的抽水量大的降水方法 对吧 哪一个呀 观景景点嘛 挖上比较粗的观景 每个观景配一台水泵 使劲抽就可以了 19年的题 不宜用于填土土制的降水方法是什么呀 观景景点对吧 所以在这一块内容里面 观景景点是考的最多的啊 在这个指点里面 观景景点考的最多 其次是什么呀 景点回贯 知道景点回贯的作用啊 是为了保证周围的地层啊 它的建筑下面的水位不发生变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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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